如果让我选择一颗镜头来拍摄人像的话 85毫米这个焦段的镜头绝对是我拍摄人像的首选 我觉得在人像拍摄中最重要的就是突出人物 在拍摄人像时一方面人物要工整 所以镜头的话不能有太多的畸变 而另一方面呢环境也不能产生太大的干扰 而恰好这些都是85毫米这个焦段最擅长的 它不会像一些广角镜头那样去拉伸四周 也有着很不错的虚化能力 即使在稍微杂乱的环境当中也可以让主体脱颖而出 简而言之啊85毫米这个焦段呢 就是能够让你随手一拍就能获得一张还不错的照片 正因为85毫米是一个经典的焦段 所以市面上85毫米焦段的镜头选择也比较多 那大家该如何去选择呢 那如果你需要的是一颗不仅可以拍摄人上 还可以拍摄多种不同题材的镜头的话 你不妨来了解一下这款拥有微距1比1放大倍率 同时带有一轴功能的国产镜头 连时新85 f2.8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镜头的外观 全金属的材质让它上手会有一些分量和不错的手感 镜头底部有三个按键 分别是调节旋钮 纤维环锁定键和倾斜结构锁定旋钮 在使用倾斜功能时 先将锁定旋钮打开 可以用手直接扭动镜头前端 也可以通过调节旋钮进行更细致的调整 在纤维环锁定键开启的情况下 镜头前端可以360度旋转 这个功能可以让镜头在任意角度进行倾斜 将此按键锁定时 镜头前端将固定 避免误触 先说说这款镜头的一轴功能 在产品拍摄时 为了获得主体前后都清晰的照片 通常会缩小光圈来实现 这样的话前期拍摄需要充足的光线 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保持大光纤拍摄 拍摄多张照片通过软件紧身合成 这样操作下来的话 也会获得一个不错的效果 但是整个操作下来会比较繁琐 那这支镜头的一轴功能呢 就轻松的解决了这些问题 通过移动镜头的轴线 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实现焦平面的改变 同时配合这款镜头的微距功能 让不少珠宝摄影师 在实际的商业拍摄中 节省了更多的时间成本 我们再说说它的微距功能 这款镜头有着0.25的最近对焦距离 同时有着1比1的放大倍率 微距可以放大微观世界 拍出我们平时看不到的视角 画面会更有视觉上的冲击力 总而言之 延时性这颗85f2.8可玩性还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不仅仅对人像拍摄感兴趣 对于微距和移轴题材也有兴趣的话 这支镜头可能会打开 你对微距和移轴摄影的大门 那在后续的视频当中 我也会用这颗镜头 为大家讲解一下 微距镜头的使用场景 和微距拍摄中的一些细节 同样在本视频B站评论区留言 评论点赞最多前三名 将会获得延时性RGB补光灯一个 最好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一些帮助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一键三连加转发 你的点赞是我们做视频最大的动力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